这间儿童医院经常会在深夜从二楼传来恐怖的怪声 每个想离开这间医院的孩子都会莫名骨折 医护人接连发生意外 这间医院到底发生过什么 感悟人生分享快乐 我是雨哥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冷门惊悚片 因果怀特岛一间老旧的人爱医院即将关闭 停止使用 院中的孩子们已准备好转到条件优秀的圣詹姆斯医院 深夜女孩小马紧张地告诉正在打包的护士苏珊 她来了 苏珊让小马回去睡觉 可她刚躺下屋内就发生剧烈的震动 紧急着男孩在门极其痛苦地坐了起来 X光片显示她的腿骨骨折了 更恐怖的是她在拍X光片时 另一只腿也离奇骨折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天后护士苏珊因病暂时无法工作 我们的女主受命接替她的工作 来医院担当这里的夜班护士 工作员小黑将她接到医院 一场火车事故导致圣詹姆斯人满为坏 仁爱医院的搬迁计划暂时过浅 还有些孩子没有转移过去 这位是护士长 二层早在1959年就封闭了 因而电梯没有到二层的按钮 护士海伦是女主的轮班同事 医院只剩下八个孩子了 都是肺部疾病 这个一直在玩拼紫积木的女孩就是小马 她居然说自己在用积木和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 随又见到两天前腿部严重骨折的男孩塞门 怕吓到女主 海伦对女主说 塞门是自己摔顿的腿 晚上海伦将工作交代给女主后 便下班回家了 女主来查房时发现 只有小马没有睡 说自己在和一个住在楼上 名为夏洛特的机械女孩说话 二楼早已封闭了 怎么可能有人 但为了安慰小马 女主表示下次会和夏洛特谈谈 随后怪事发生了 流人突然传来好几根巨大的声响 小马尽口的睁大眼睛 吓坏了 片刻后 楼上再次传来更大的声响 还伴随着女生惨叫 杯子都震碎了 女主冲进孩子那寝室安慰他们 小马说夏洛特生气了 女主找在楼下直伯的医生麦特 这家伙在工作时戴着耳机听摇滚乐 自嗨的不行 方在女主呼吸的半天都没反应 自然也没听到二楼的巨像 敷衍女主说 是管道内的声音 不用这么小题大做 这医院到底什么情况 女主吞下一颗药片压惊 第二天 小黑安慰疲惫不堪的女主 这夏洛特就是个都市传说 别瞎想了 一番真正的话语 令女主放下了玄家的心 哎 这都什么年代了 哪有什么鬼 就是管道老话了 没跑 雷阶塞门转越的直升机来了 女主待塞门上电梯后 电梯却突然罢工了 明明应该下楼 电梯却自己缓缓升了上去 不知不觉升到了一楼与二楼中间 电梯内的灯光开始忽明忽暗地闪烁 女主拼命拉开电梯门 看到了破败的二楼 塞门说 那个机械女孩要伤害自己 再然后电梯开始一点点下沉 自由突然加速 擦着火星从二楼速降到最底层 索性电梯内的两个宝宝没有大碍 塞门被送走了 女主的心灵再次受到了创伤 故作镇定的再次吞下两粒药片压精 小马对女主说 夏洛特想伤害塞门 方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干的 见女主仍然不信 让女主去现在的前任护士苏珊询问 于是女主拿着塞门骨子的X光片 去问罗医生 这到底咋回事 罗医生闪烁其词 说不出所以然 于是女主就苏珊家找他 却意外收到了苏珊 昨晚人车子打花 意外身亡的消息 苏珊的父亲告诉女主 苏珊生前害怕的什么东西 曾向灵媒求助 于是女主又去找护士长询问 却被护士长直接骂走了 之后的日子里 女主给予了小马更多关心 这天深夜 二人突然发现 塞门的床灯 逐渐鼓出了一个人形 伸手去猫 里边传来了痛苦的声音 扯丢背带后什么都没有 此时 罗医生仍然不相信 在医院闹鬼 认为是女主因精神压力大 出现了幻觉 气得女主又去吞药片压惊 如一个孩子严重受伤转院 一个护士死亡 其他孩子们担惊受怕 院房却不以为意 反而觉得是女主有问题 而罗医生虽然是个好人 却是个尖念的无神论者 与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 沟通太难了 女主气得发了标 所以找到了苏珊生前 求助过的灵媒大师 大师告诉女主 活人的阳界 与死人的阴界 是两个完全分别的事件 只有当年的死期将至 才能看到阴界的东西 苏珊便是如此 所以她才能看见阴界的东西 灵体之所以会逗留在医院 是因为他们想靠近血癌的东西 与此同时 另一个能看见灵子小马 病情突然恶化被送入急救室 好在最后还是稳定了下来 女主隔着玻璃与她打招呼 两颗心贴她更近了 这天小黑在整理小马的积木时 积木突然自己动了 摆成了别碰的图案 再然后她开始莫名流鼻血 房底开始开裂 一丢机械腿出现的面前 小黑被这股力量推下楼里了盒饭 如今又一个无国之人遭了恶难的毒手 女主强力要求将孩子尽快转移 护士长却仍然在逃避问题 还说雇佣女主是个错误 女主没有逃跑 她不会放弃这些孩子 反而鼓足勇气 登上了禁止进屋的二楼 这点不满灰尘 不仅是很用心 看上去确实有年头了 女主四处搜寻 找到一间放有这么寂寞的房间 在怪门里找到一张双人合照老胶片 看来小马口中所说的机械女孩 就是她了 还翻到一盒老胶片 这时那个机械女孩出现了 惊恐之时 小马出现拉着女主逃了回去 却将睡觉时用的安抚毛塔 一路在这里 女主拿着老胶片 让卢医生帮忙查找资料 却分辨所有1959年的病例 都没找到名叫夏洛特的女孩 女主用放映机 播放了那盒老胶片 这个女孩的脊柱严重变形 痛苦异常 这是某种突变 导致骨质流失 非常罕见的骨骼发育不良重 非常容易骨折 当年的医疗水平不够 治疗方法十分原始 痛苦的女孩时常发火 看来这女孩的晕魂 想让每个人都像她一样 受尽折磨而死 如今女主也监督了她 这是否意味着 女主也要死了 这时房顶又开始开店 罗医生终于信了 准备联系圣詹姆斯医院 让他们派人来接孩子 但因为暴风雨的关系 手机没信号 女主驾车前往护士长家 去联络医院 其他人叫醒孩子准备撤离 这时楼上的恶灵闹得更厉害了 这时要把整间医院都拆了吗 女主来到护士长家 两人前往医院的路上 护士长终于将真相告诉了女主 当年那个女孩的病情 本已开始好转 又被转送到另一家医院 但照顾他的护士 由于太喜欢这个女孩 为了不想让女孩被送走 静静的弄骨折 还用床带把女孩闷死 最后护士穿上女孩的一只 跳进电梯脚子近了 这时反转来了 罗医生发现 夏罗托并不是那个女孩的名字 而是护士的名字 于此同时 去地下室给查理找呼吸机的麦特 被护士的恶灵抓住 遭了毒手 回到医院后女主从罗医生那里得知 原来护士才是那个 叫夏罗托的机械女孩 当年她故意折断女孩的骨头 不让孩子走 现在这个护士恶灵 又在做同样的事 果然很快又有一个孩子骨折了 看来不能让孩子们离开 不然他们会有危险 女主与罗医生忙上前阻止 但侧雷人员已经到了 他们直接将孩子带了出去 奇怪的是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莫非那个恶灵睡着了 并不是 原来小马去楼上找她的安抚谋毯了 怪不得楼上消停了 小马被恶灵抓住了 女主冲上楼去寻找宝宝 但恶灵就在小马身后 勇敢的女主指示恶灵 对小马说 她会在这里好好照顾你的 你在这里会很happy 但这也是骗恶灵的 她突然抱着宝宝往回跑 女主跳过她前的地板 因惯性撞到一根凸铁窝受了伤 但女主还是努力撑着 拼命抱着小马往回跑 身后的恶灵疯狂发飙 傲然被倒塌的石块砸到 小马缓缓放下了她的安抚毛毯 罗医生等人赶到时 小马也停止了呼吸 女主也失血过多 伤得很严重 她心中却很坦然 既然自己能见到护士恶灵 说明自己也要死了 孩子们该撤的都撤了 如今也没有遗憾 她很快也停止了呼吸 卢医生没有放弃 一次次用电机器 为女主进行心脏复苏 连急救人员都告诉她 女主没救也将死了 卢医生仍然还在继续 这时小马的灵魂来了 女主被奇迹般的救火了 醒来的女主问大师怎么回事 大师淡淡一笑 天机不可泄露 女主流量的抱着小马的安抚毛毯 这是一个行经救命的老人 看到女主旁边坐着一个可爱的女孩 对老人玩耳一笑 她只是靠近她喜爱的东西 所以她逗留在那里 机械女又名脆弱 是一部拍摄于2005年的西班牙恐怖片 凭心而论 这可以算是与哥我看过最不恐怖的电影了 全篇为数不多的几个恐怖点 也都相对比较老套 并不是十分吓人 影片结尾的反转 也不是十分出人意料 影片前段其实给出了暗示 小马在提到时 只说楼上有个叫夏洛特的人 可能是个女孩 影片前段 恶灵也一直没有给出真容 只让你看到朦胧的黑影 直到影片结尾 才看到这其实是个控制力极强的老妖精 根本不是神马小女孩 我最喜欢这部影片结尾那段 卢医生一次次惦记女主 最后女主被小马的闻幻想那一幕 这段实在太治愈了 另外影片结尾 老人看到小马的画面 我看第一遍时并没有看懂 写文案二刷时才明白 原来此时小马成了女主的守护灵 只有老人那样的将死之人 才能看到她 女主并不能看到她 她不是死在那里 也不是生活在那里 原因很简单 他们只是靠近她喜欢的东西 所以她逗留在那里 配合影片给出的这段旁白 才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有些人看门电影可能会认为 小马会是第二个护士夏洛特 与哥我却不这么认为 与得不到救悔的夏洛特不同 小马留在女主身边 绝不会加害她 只会保护她 不然让女主同自己一起进入阴间 陪伴自己多好 干嘛要闻醒女主救她的命呢 这个结尾真的很暖很治愈 因为这个结尾 我可以给这部影片的评分 再加一颗星 真正的爱 是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感谢她出现在我们生命中 祝福离去的她 会过得更加幸福 而非自私的战友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宇哥 给我更多坚持的动力 我会给大家看